欧美列强在本国和殖民地推行农村改造 破坏了原有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 大量农民被卷入从事商业化的棉花生产 除了英国 法国这些传统的殖民地国以外 像日本 俄国 这些后起织秀 也开始到处建立殖民地 大搞农村改造 用大量的棉花来发展国内工业 与此同时 英国的机器和工厂模式 也已经成为各国工业化发展的标配 就这样 棉纺织工业遍地开花 生产线源源不断的产出棉布 渐渐的 这棉布产量就远远超过了本国需求 生产出来的产品国内是消不掉的 那就必须对外出口 问题是卖给谁呢 咱们回到殖民地的农村来看一看 农村改造以后 农民失去了土地 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必须日夜辛苦种棉花 收获以后 马上拿到市场上卖掉还债 可想而知 农民自己没留下一朵棉桃 没留下一片棉花 更没有时间自己织布 可问题是他们总不能穿树叶出门吧 总要穿衣服吧 所以只能到市场上买棉布 讽则的是他们买到的棉布正是殖民帝国生产出来的 你可能要问为什么殖民地不自己生产棉布 我有棉花我就能做成棉布 我供给给国内市场 这一点 欧美殖民帝国防殖民地防的是死死的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殖民地充当原料和市场 所以殖民地本土的制造业必须通通摧毁掉 怎么摧毁啊 完善的基础设施 严格掌控的棉花收购环节 不给你本土制造网络留下一丝生存空间 遏制本土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 再一个 殖民地本土的工业化和欧美国家相比 说句实在话 水平太低了 毕竟人家最先玩的 人家玩的6 生产成本又高 制造出来的棉布不仅不如进口棉布质量好 而且还比进口的贵 根本无力与洋布同等竞争 反正种种因素掺杂在一起 殖民地的棉纺织业 哪里还有生存空间吗 要说原来啊 棉纺织业不发达的地方也罢 就连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传统纺织大国 都出现了这种去工业化的现象 上千万农民被迫放弃纺织工作 去种棉花 本国的现代化工业迟迟得不到发展 只能沦为殖民帝国的原料供应地和消费市场 上一回咱们提到了话剧茶馆 那里边不有一言 哈家伙 哎 大放豪言 我要把这茶楼收回来 办个顶大顶大的工厂 这才能救国 结果怎么着 哈家 在市场上碰了一鼻子灰 不是市场碰的 洋人就防着你呢 哎 你只要开起来 我就想方设法的给你弄破产了 咱再给各位举个实际的例子 比方说印度吧 虽然它很早就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但是在1850年 英国纺织品在印度的市场份额只有11.5% 可是30年过去到了1880年 这个数字暴涨到60% 你看 在工业革命之后 英国花了70年时间都没有打败印度的本土纺织业 可是到了19世纪中期借助殖民帝国的力量 通过改造农村 英国轻轻松松攻占了印度市场 作为全球棉纺织发源地的印度都被英国给拿下了 那其他的地儿就更不必说了 从1840年到1910年 英国向各殖民地出口的棉布持续增加 从一开始每年50万千米涨到600万千米 不过很快 这个趋势就出现了反转 其中一个原因啊 是殖民地的反抗斗争 比如说当时印度有位了不起的人物 圣雄甘地 在农村搞巡回演讲 鼓励大家重新开始用首访车搞盛产 但更重要的原因 出在英国本身 那怎么回事呢 自己要砸自己的饭碗吗 嗯别着急 喝口茶 我接着给各位往下说 1910年之后啊 英国的棉布出口量开始下滑 你要知道 1860年的时候 英国拥有全世界61%的仿杀机 1900年 这个数字降到了43% 而到了1930年 就只剩下34% 不只是英国 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 欧洲在棉纺织制造业中的地位 正在下滑 这是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个 英国自身工业革命啊 有后遗症 咱们知道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 这件事有好处 可是忒有坏处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 电力作为新能源取代了蒸汽机 可是英国之前在旧机器上 已经投入太多的资本 工厂也都是顺应蒸汽机的要求建造的 如今要改造成电力设备 基本相当于要推倒重来啊 这得有多少浪费啊 人的资本家那劈里啪啦 算盘打得太精了 我不把我这些本几十倍上百倍的赚回来 我是不舍得推的 而且推倒重来需要的时间和成本 我们接受不了啊 所以英国在工业化浪潮之中就慢慢落后了 这有个名词 如今都适用 叫后发优势 你看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各位就能明白什么叫后发优势 咱们现在如果再出国去旅游 到美国呀 到欧洲啊 到澳大利亚呀 都说哎呀这机场这么破呢 这楼这么老呢 这不行 那跟我们那机场怎么比 为啥 他那机场建的早啊 那几十年前他那机场 那就叫新代化了 可是现在他落伍啊 那你说把机场拆了 哈家 你拆个机场再建个机场 那我这的飞机怎么办啊 切一发而动全身 他玩不起 也叫船大难掉头啊 可是呢 你像咱发展中国家 很多地方 它是一张白纸 所以你怎么建设 你当然可以建设的豪华 漂亮 威武 雄壮 大气 现代化 哎 这也叫后发优势 所以当时啊 英国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 在工业化浪潮之中 慢慢落后了 谁上来了呢 日本 美国这些国家 奋起之坠 直接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 这叫弯道超车 迎头赶上 第二个原因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内斗 1914年 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嗯 熟悉历史的人都能记住这一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搬着手指头鼠啊 哪些国家参战了 英国 法国 俄国 德国 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 可以说 一战聚集了欧洲实力最强的几个国家 整个欧洲打成了一国洲啊 都打仗了 这工业生产能不受影响 比如说英国吧 战后对印度和中国的棉线棉部出口 只有一战之前的一半 战争不仅破坏了欧洲的工业 也让殖民者放松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管理 这下全球各地的民族工业终于有了喘息之机 所以你翻开历史 你就会发现 20世纪的20年代 印度 埃及 中国的民族工业都发展的如火如荼嘛 还有第三个 工人运动愈演愈烈 其实啊 从19世纪初开始 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断爆发工人运动 饱受剥削的工人们集体把工 举行游行 强烈要求缩短劳动时间 改善劳动条件 提高工资水平 随着时间推移 类似的运动是越来越频繁 也越来越有组织性 特别是1848年 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以后 工人运动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最终欧洲的工人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果 比如说吧 在1865年 工人们每年平均要工作3190个小时 平均算下来 哪怕每周只休息一天 每天工作时长都超过了10小时 但是到了1913年 工人们平均的工作时间 每年缩短到了2475个小时 你换算过来 每天大概你就是工作8小时 工作时间减少的同时 工资也涨了 1865年德国仿杀工人每年工资 大约是390马克 到了1913年 一下增长到了860马克 翻了一倍多 就算刨除通货膨胀之类的因素 实际购买力也增长了53% 除此之外 政府还通过了各种保障工人福利的法律 比如说吧 规定最低工资和每天最长劳动时间 实行义务教育 禁止招收同工等等等等 那这说明啥 简单说 工人工作时长缩短了 工资翻倍了 那自然而然的 棉纺织的成本就越来越高 欧洲棉部的市场竞争力就削弱了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吧 英国乃至整个欧洲 渐渐丧失了棉纺织业中心的地位 曾经的世界工厂英国 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 只占全球棉出口的2.8% 而仿杀工人也从60多万 锐减到区区的3万人 不过棉花帝国并没有就此消失 由于全球的农村已经被改造 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依然存在 那么没有了欧洲这个中心 谁来替代它的位置呢 这个答案还用我说吗 很容易猜啊 那就是亚洲 实际上在美国废除奴隶制之后呢 亚洲在棉花帝国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 咱们前面说过 在殖民帝国对全球农村进行改造之后 亚洲和西非逐渐成为棉花种植的主力军 出产的棉花越来越多 到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工人运动的进展 欧洲棉房职业遭遇严重磋商 相比之下 亚洲那些曾经是殖民地 后来实现独立的国家 成了更适合发展棉房职业的地方 你这原因不难理解 第一个 消费市场足够大 劳动力足够多 而且工人的工资更低 劳动时间更长 举个简单例子 1920年 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 只有英国工人的11% 美国工人的6% 你这个成本就低多少 在这些亚洲国家 由于缺乏原始的资本积累 资本家在政治上话语权不强 因此工业发展普遍是国家主导的 问题是国家主导又如何呢 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搞了几百年 工业化水平远远领先 想在强敌环似的国际环境中 分杯羹 谈何如也 所以啊 这些亚洲新兴国家的政府 都很有危机感 迫切的要把工业搞起来 尽快追上发达国家的角度 于是他们推出各种政策和激烈措施 积极动员劳动力 发展棉花产业 但是有一点 你这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有句话 好事啊 得办好 出发点好了 可是执行过程当中 因为心急求快慢慢的 就有点变味了 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发展 这些好不容易摆脱殖民地身份的国家 反而开始像之前的欧洲殖民者一样 强迫农民变成原料生产者 和产品消费者 比如说吧 中亚有个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 棉花种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但因为身处内陆 气候干旱少水 农业所需的灌溉水源 基本来自咸海和它的上游河流 你要知道 这咸海已经存在500多万年 曾经是世界上第四大湖泊 但是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过度使用 到了2019年 各位你知道咸海的面积缩水了多少吗 说出来吓死你 缩水90% 基本的快排干了 即便如此 政府还是继续要求农民给我种棉花 但不管怎么说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二战之后 棉花帝国更换了新的空间结构 棉花种植和制造的中心 重新回到了5000年前棉花产业的起源地 尤其是亚洲 靠着低成本 再结合国家的强大力量 涨势最为强劲 到了今天 印度和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出产棉花最多的国家 对大部分亚洲和西非国家的经济来说 棉花种植也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块 据统计 仅仅是中非和西非 就有一千万农民 完全依靠种棉花来养家糊口 而在亚洲 重新回到棉花产业中心的过程中 棉花帝国的规模再一次膨胀 有人就估算了一下 全世界 大概有1.1亿个家庭 参与棉花种植 九千万个家庭 参与棉花的储存和运输 还有六千万工人 参与缝纫和纺织 你这么算下来 从事棉花产业的总人数 达到3.5亿人之多 这个规模 过去的英国商人 他做梦都想不到 其他行业更是比不了 但是话说回来 亚洲虽然回到了 世界棉花产业的中心 但是制定游戏规则的 还是欧洲和美国 如果说曾经资本家想致富 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 那现在却掉个个儿 国家越来越迫切的需要资本家们的钱 这是咋回事呢 咱们大家平时买欧美品牌的衣服 可能会在标签上发现这样一行字 叫梅的in China 当然不只是中国 还可能是越南柬埔寨等等其他国家 在今天 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 印度农民种的棉花 送到中国的工厂里纺织成棉布 再运到越南的裁缝店里进行剪裁加工 最后挂在美国纽约的服装店里出售 它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 全球化 这本书讲到现在 但相信你已经发现了全球化 并不是最近一百年才出现的新玩意儿 早在欧洲国家实行战争资本主义 整天在海上搞棉花贸易和棉布出口的时候 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者 制造商 消费者 就已经紧紧的被连接在一起了 不过在今天的全球化体系里 有一点是新的 那就是他们之间的连接方式 过去几百年 其连接作用的是纺织品制造商 他们为了维持生产 在全世界搜寻原料 为了销售产品 又在全球寻找市场 而现在 其连接作用的 是大型零售商 举几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沃尔玛 麦德龙 加勒福 他们让全球各地的棉农工人 相互竞争 保证用最低的成本 最快的速度 把符合需求的产品 送到消费者手上 更神奇的是 零售商不用亲自参与生产制造 却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 这为啥 在一个产业链里边 单纯的制造加工 能获得利润是最小的 而前端的专利 技术 中端的品牌 服务 才是附加值最高的环节 这其实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 微效曲线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都在强调 要打造品牌 而不是贴牌生产 从中国制造 转向中国创造 全球化连接方式的改变 意味着资本家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 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咱们已经说过 双方关系的第一次变化 发生在美国内战前后 资本家开始借助国家的政治权力 来保持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而这第二次变化 是资本家摆脱了对国家的依赖 通过跨国公司 实现了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 这么一来 棉花产业的运作就更加灵活 生产环节可以轻易从一个地区 转移到另一个地区 比如说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 棉纺织品出口大幅增加 东南沿海地区建起不少外贸纺织品厂 专门给外资公司做贴牌生产 但是你看最近几年 随着国内工资水平有所提高 这些工厂的生意不如以前红换了 于是这些外资公司 就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越南去办厂 再比如说 中美贸易战 国内很多厂商为了规避高关税 降低生产成本 也开始把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如今的资本家可以肆意妄为 不受任何约束 任意利用别的国家给自己牟利 说到这儿 关于棉花的故事 咱们就给各位暂告一段路 纵观世界棉花产业的发展 从多个独立的中心连接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棉花帝国 欧洲 美洲 非洲 亚洲 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棉花帝国从建立到崩溃到重建再到改组的历史 其实就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在这个过程中 暴力 胁迫 胁迫 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管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统治 还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剥削 而这些野蛮的一面也催生出了现代的工业文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棉花帝国在地理空间位置和劳动制度上的各种变化 都体现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不断适应的能力 这种强大的适应力带来了全球劳工资本和国家权利网络的变化 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格局 好了各位 棉花帝国这本书就给各位分享到这